康瑞颱風逼近在基隆、潮進公園 跟海性游泳池預防性封閉之前 也出現泳客還有釣客 尤其是有釣客的雙腳直接泡在海水中 也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另外八斗子漁港的漁民們 也搶在颱風來臨之前卸貨白帶魚 做好防台準備 強風陣陣外木山浪長汹湧 天色昏暗浪華一波接著一波 但一早不少民眾在海性游泳池封閉前 在海中游泳運動 幾乎天天來報到的泳客 對海象的感受最深刻 選在安全的小池潛水去游泳運動 另外潮進公園同樣也是 長浪一波波拍打上岸 海象明顯不佳 還是可以看到有釣客正在釣魚 雙腳則泡在水中 令人捏把冷汗 眼看風雨漸強 潮進公園海性游泳池已經預防性封閉 而一旁貪方整修的北寧路段 持續施工 但裸露的土方也讓人擔憂 是否有危機 風景神經的 還有八斗子漁民 趕在颱風來臨前 在雨中忙著卸貨白帶魚 船主表示 這次颱風預估休息3-4天 要到禮拜天才能出海作業 而颱風走後 又會迎來東北季風 恐怕嚴重影響漁貨量與船隻作業 讓他們鬱悶又無奈 記者蔡志恆基隆報導